刚才一开始已经说了 我们会说东京奥运概念股 虽然说今年没有之前气氛那么热烈 但体育用品股先说一下 因为其实可能奥运概念股都有不同 但最多一定第一下临气就是体育用品股 其实今年来累积升幅都已经不少 我们之前时不时都会说一下 但见到这一两天其实有点回吐 现在冬奥正式开幕 其实我也有上网看过一些资料 如果说合作伙伴相关的 就会安踏 其实它就是中国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 合共赞助28支中国国家队 都会为中国代表团设计领长服 还有其下Villa都是香港代表队设计制服 另外李宁主要是赞助羽毛球和买乓球队 还有中国动向主力赞助马术和剑击队 其下都有品牌就是为滑板 中国的滑板国家队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今年来升了比较多的特报 和361度 反而你说如果和东奥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另外安踏李宁其实也强 但如果看荣民股 会否这些选择会吃到东奥概念 还是你觉得这个主题是否可以炒呢 其实真的是炒作为主 就算你刚才数了很多国家队 有些是哪些品牌有份做 帮他赞助服 个人因素也好 其实实际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又不是太联想到的 说一句 就是调回来说 就是譬如 一个可能体操队 是一间体操品公司 帮他做那个赞助服也好 但我们一般的人 会否因为体操队 而不是那件衣服呢 其实就未必会 虽然我觉得 不是说真的那么实在的推动 但是我觉得同意的就是 那个品牌的效应有关系 始终你透过这些的国际城市 你可以是赞助到一些 比如国家队的 起码是叫做 譬如对外 要多些人的认知 越来越多人去留意到 那个品牌的效应是提升到的 这个反而会是多一些的 这个会有多一些的刺激线 但是我想很多时候都是的了 就是你说有这些体操的城市 其实大家是不是真的这么仔细 去分辨哪个赞助哪个 而去选择那只股呢 就未必是的 很多时候是整个版块炒的气氛 都同意的 其实炒气氛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就是譬如那个城市未开之前 可能炒一转 反而到开那一刻 其实是会可能短线 有些借势调整的压力 不出奇的 就是有机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一刻 才是因为东奥这个概念 而买入体股品股呢 就是纯粹放过短线这个概念炒作 我自己就不是太建议的 我会建议反而看这个版块 都是放回中长线一点点 就算撇除东奥以外 其实你过去一向 你零安踏这些 其实长期股价都是强的了 还有长期的业绩来计 都是比较稳定的 我认为这些反而会好一点 我觉得纯粹炒一个短线概念的话 其实是难入手的 因为就算版面上这两只 可能利零安踏 甚至扶上线拉到不太关系的特步三个度 也好 全部股价都属于高位 如果纯粹一个很短线炒这个概念 你现在去进入 其实是有点尴尬的 所以我想货币都是长线一点点 还有维持我之前自己不断说 如果选中长线 都是这两只龙头 还有采取一些分阶 一定去吸纳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好一点 刚刚有网友也很想问 就是李玲 就帮他问问 G 他就说他很厉害 他69元有货的 很厉害 他就说可以继续持有 还是应该先吃糊 不过他没有说他有多少货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 甚至如果真的要考虑 可能吃糊 我觉得先看某些重要支持位 因为你看到很特别 当然他整个趋势 沿着20天线上 其实你看到这一刻 就开始去分20天线这位 不排阻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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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下面比较关键的重要位置 我自己看着就大概86元左右 因为86元左右 就是暂时今个月的低位 也是上个月 你看到那里有支一大棍破顶 那一刻之前有个裂口 其实那个裂口底 亦是差不多85-86元左右的水平 你见到上一次 其实7月刚刚这转 補完裂口之后 就没有再下跌 所以我想这次 都是看着这些位 86元左右 如果下跌这些位是不穿住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问题 就持住它 甚至如果真的穿86元 那你到时才可能考虑只赚一部分 但我会建议 其实如果可以分到几注货 如果不是只有一手的话 其实不需要下指一穿86元 全部走售 我觉得又不是这样 因为你买的价格比较低 是六十几元 所以我想你可以 譬如假设回家住的 其实穿86元 85元这位的 可能持住 譬如一半货 三分之一货 然后如果它有机会再错落 多些的 才拿回那些钱 你买回头 这样不断令均格 再扯低一点 其实那个做法会更加理想 要不要打货 你怎么打货 我好吗 你怎么打货 感谢观看